同事们我们是现在就开始还是在稍微等一等 那就开始吧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PNAI的报告发布之后的讨论环节 那么这也是IGF推出的报告 我把几位尊敬的发言嘉宾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然后会请Mikey来介绍这个报告 Nubu Nishigata来自于东道主日本 Mikey Sipinan他是Editor 主编 就是这个报告的主编吧 Husser Renato他来自于巴西 Siraya Najinandan他是印度的Aptil研究所的共同 创始人我们有清华大学的李行教授 还有来自于微软的Owen Latter Jean-François de Bonheil 他也是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建设的专家 我来自于联合国交公文组织 我们还有一位在线的主持人 还有Shamira Ahmed 他是我们的在线主持人 我是现场的主持人 然后呢我们还有Andre de Chudley Andre de Chudley 是这个项目的两位主要的执行人 好 接下来我请Mikey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建立PNAI的工作组 工作组取得了哪些进展 IGF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思路 在这项工作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感谢Platik热烈欢迎大家参加一大早的这一段会 我代表PNAI工作组 我叫Mikey Sipinan 我是PNAI的协调人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政策网络 就是PNAI 感谢待会儿会请几位专家来给我们介绍这项工作 我也必须要指出PNAI是一个新鲜的事物 也刚刚搞了六个月 它是一个政策网络 是一个盘山学部的婴儿 PNAI是 IGF2020年 是2022年亚地西亚北八年会上决定建立的机制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说明我们在IGF一直在进行行之有效的探讨 在非常有效的开会 而且我们不光是开会 我们开了会还能够拿出具体的新的事物 就像PNAI 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PNAI 主要是解决人工智能和数据治理方面的政策问题 今天我们汇聚了几位专家一起来讨论 甚至可以去争论 甚至可以去挑战 质疑PNAI的报告 好 大家还不了解PNAI的 请大家读一读这个报告 而且通过我们TLL开的这段会 也能会给大家介绍很多PNAI 以及PNAI报告当中的内容 很多人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让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开会 特别是准备了PNAI报告 特别是感谢我们的报告起草小组 他们也参加了 他们从世界各地以在线的方式 也正在线上 有一些人他们所在地方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他们也在电脑上参会 好 交回给主持人Predic 接下来请你请上我们的几位专家 一个一个来讲话 好 是 PNAI工作组真正体现了 IGF多利益相关方的工作思路 从工作组的成立 到工作组找到他们的工作的主题 通过公开磋商的方式 然后也请不同的专家来讲不同的议题 最后共同起草了这个报告 祝贺 祝贺这个报告的主编撰写者 共同撰写者和所有为报告做出贡献的各方人士 IGF的网站上已经有这个报告的全文了 大家可以点击下载 那这个报告也是通力协作的范例 在这个报告当中主要有三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AI治理的互操作性 那么这个章节主要讲的是 不同的AI监管机制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然后这个工作组也介绍了现在在全球范围之内 欧盟到中国到美国到拉美到非洲 有哪些对于人工智能进行治理的框架 这个章节主要是想把不同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结构 加以集中讨论 也讲到了很多次区域的倡议 第二个章节或者是第二个主题 主要是把AI作为一个生命周期来加以描述 以及讲到了AI与AI相关的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 比方说有人说AI会不会助力于偏见 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 仇外症等等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解答这些疑问 AI会不会助长和固化这些趋势 那第三个章节 报告的第三个章节 主要是要讲通过AI的治理来实现绿色的和公平公正的转型 这个章节也是会讲到了AI和数据治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好了 我把报告刚才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接下来我想先请一下日本的代表Nubu Inshigata 给我们做一个开场发言 而且为我们大概讲一讲 生成事围绕着生成事AI的讨论 因为今天对生成事AI的讨论 是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AI治理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侵入点 好 大家上午好 大家下午好 大家晚上好 对于线上的各位参会者 感谢你的对我的接受 我叫Nubu Inshigata 我来自于日本政府 日本来自于日本内务省 是一个处长 我是今年7月份参加这项工作的 向在座各位表示祝贺 向工作组表示祝贺 这个报告的内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也知道这项工作 它是一个正在进展的持续不断的工作 我们也期待着和各位进一步的通力合作 然后我再简单的讲几点 先讲一下现在这个报告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报告 并不是想去包罗万象 而是用一个新鲜的视角 对AI进行了探讨 比方说制定AI治理的政策 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 那我把这个报告和我此前的工作 做一个对比 我原来是在经合组织的巴黎总部工作 我们也有一个团队 在围绕着人工智能 在2019年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这也是第一个政府间的组织围绕着AI推出了标准的 在2019年的时候 然后我在经合组织工作了 工作了有四年的时间 刚才Practique也介绍了 我们现在手上这个报告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报告是AI治理的互操作性 这个章节或者这个主题和我们在G7的主题 是高度一致的 日本是今年的七国集团的东道国 然后我们有一个部长会议 是叫做数字经济部长会议 七国数字经济部长会议 在部长会议上一个主要的主题 也就是AI治理的互操作性 对于七国集团来说 互操作性就意味着 在欧洲大家正在进行谈判 努力想达成AI Act 叫做人工智能法案 而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议在 我们早在2016年 我们日本就建议在七国集团的范围之内 来进行AI政策的讨论 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从2016年到现在 七国集团一直在谈 如何去增进AI的治理 打造值得性来的AI 讲到互操作性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国家 在推出围绕着AI的新的立法 但对于另外一些国家 比方说以日本为例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就到了立法的阶段了 我们现在更多的需要的是创新 我们不想妨碍AI的创新 我们想搞清楚AI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潜力 因为日本人口老龄化 或者是我们的人口这样一个负增长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日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劳动力大军的总人数在减少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机器 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其实早在2016年我们就提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要求G7的成员国来讨论AI的治理问题 因为日本当时已经认识到了 AI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但是更重要的是AI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推动了 AI在各个场合的讨论 包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那么另外在这个报告出台之前 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更加宽广的视角 来关注AI的互操作性 那么这些工作之间是有共性的 但是也有彼此的特点 因为这样的一个AI政策的网络 能够来讨论AI政策 特别是能够去从世界南方国家的视角 出发来讨论AI 而G7的出发点并不是南方国家的出发点 所以P&AI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于这个报告 第三部分是和环境有关的 就是数据治理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在经合组织工作的时候 当时我的同事们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来增进对于数据的访问和共享 那么这个建议本身很有意义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案例分析 所以我看到在经合组织和P&AI的报告之间 是有共同点的 虽然也有不同点 因为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在这个章节当中 P&AI这个报告又再一次的能够向我们介绍 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好 我对这个报告的介绍和评论就不讲太多了 今年G7的各国领导人 包括在部长会议当中 部长会议的宣言 也提交给了今年的G7峰会领导人会议 G7已经启动了AI广岛进程 AI广岛进程主要是专注于生成式AI的 而且广岛进程对于生成式AI 已经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盘点 指明了生成式AI带来的挑战风险和机会 好 非常感谢 在我们进入下一位嘉宾之前 这个报告对于G7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或者叫南方国家的视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这是RGF工作当中的一个 或P&AI工作组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待会我也会讲到广岛进程 接下来呢 既然讲到生成式AI 那在P&AI的报告当中呢 也讲到了在生成式AI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垄断的趋势 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出了问题 我们如何让生成式AI的系统和开发 更加的开放 具有问责制和透明 那么在这儿呢 接下来我也 想听一听 生成式AI 如何一种更加开放透明的方式 得到开发 而微软又做了那些工作 给微软的代表三分钟 非常感谢 很高兴与会 我来自微软 Owen Latter 很高兴 能够参与今天的讨论 刚才已经讨论到了 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AI的 要确保全球有的智力 要用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来做 而且呢要有包容性 我们当然对于AI非常的激动 微软 我们刚才讲到了生成式的AI 我们觉得非常的有用 能够提高人的生产力 所以说呢我们也开始 也是做推出这个CokePilot 这样呢 让大家能够利用好我们的技术 我们觉得这个技术啊 它可以带来很好的机遇 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管理和 就是理解和管理 更加复杂的系统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如何确保它的包容性 我们现在微软呢 也是非常关注包容性 我们的团队非常的多元化 就达到这个团队 技术的团队 我们有我们的标准 就是公平的标准 就是F1 FRF3的这样的标准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文件 大家都可以去公开的去评论 给我们提意见 提出这样的目标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多元背景的人 共同来打造这个技术 包括研发背景的 有技术背景的 或者说是有政策背景的 过去可能有心理学 社会学的专家 然后他们都能够 把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纳入我们当中来去设计 这个系统和技术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就是在代表 就是在治理性方面 能够有代表性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有更多的听那意见 我们有一个负责性的 AI的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就是要让来自南方国家的 这些杰出的人才 能够来给我们提意见 帮助我们设计这个技术 以及我们的这个治理的 这样的计划 又来自印度 土耳基斯坦 尼日利亚 斯利兰卡的这些专家 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对这些技术的见解 帮助我们更加的有负责任性 谢谢 我是不是可以再问一问 就这个开放和必合适的 这样的AI的发展过程 我们看到有一些 开源性的一些系统 其他的可能又不是 那您是如何看待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开源非常的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理解 如何更安全地用好这个技术 还有点呢 它还非常的重要 就是确保我们的这个技术 能够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开源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我们非常的支持开源 开源的社区 我们的一些模型也都打开了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公司叫GitHub 它就是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资源 大家可以去用 开放和安全 这二者之间如何平衡呢 因为你很强能力的这样的模型 可能大家说前沿性的一些模型 它能力可能是最强的 而且非常的超前 那大家就会去问这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也开放 如果要开放的话 变成开源的话 或者说是探索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来使用 或说找一些 可能找一些折中的一些方案 完全放开 但呢 找一些方法 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这个技术 现在有一些关注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开源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非常感谢啊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抛砖引玉的 让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关于开源的模型 如何纳入政策的讨论康价当中 下面呢 我想请Savaru 也是问这个生成社I的问题 报告中呢 提到了 它可能会对民主 人权 法治等带来风险和挑战 我想要讨论的是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生成社I系统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 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 来传播虚假信息 和错误信息 有什么方法 我们去应对这个挑战 非常感谢 感谢今天的观众 线上线下的观众 大家可能需要平衡好 睡觉啊 吃饭啊 这样的事件 然后都 不辞万苦啊 来参加 来听我们的会 这个报告非常的棒 要对团队 表示祝贺 这就是一个团队的努力的结果 非常的赞 祝贺 讲到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了解 生成社I系统 它如何能够 帮助生成虚假和错误的信息 生成社I 它有什么样的能力 或者它又意味着什么 它的这个能力 因为它的这个成本是零的 生成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去生成信息 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这种大语言模型里面 现在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语言都可以做了 那现在生成式的AI呢 它现在就是生成内容的 这样的成本已经降到零了 而互联网和数字化的 这样的传播 也让传播的信息降到了零 二者结合在一起 那它就完全没有限制了 就是你去生成和传播 这些有问题的内容 它可能分成很多类啊 就是在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二者是不一样的 它的影响也不是一样的 如何去限制和减少 虚假和错误信息 这个报告里面呢 它可能没有具体的讲 这个方面 但它提出了一些方式 一些方法 其中一个呢 就是将生成式的这些AI 把它放到具体的内容当中去 就是你要去了解 它的背景是什么 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成的 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 谁为这个内容的生成负责 同时呢 还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 这些整个的这个虚假信息的流程 是怎么样的 也总结一下 就是 我们现在没有 就是法律法规来禁止这一点的情况下 没有对此进行保护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 非常谨慎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但是呢 法治应该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就我们来 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出发点 谢谢 Nobru你刚才讲到了 广岛AI进程 它是关注生成式AI的 过去三四天呢 我们也听到大家对此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可不可以具体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它具体关注什么 它有哪些原则 我不知道现在 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了 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讲一讲 我讲几点吧 现在的这个程序啊 还没有完成 就是七国集团的这个 专门的这个小组呢 特色小组 正在谈判 要把这个报告最后的敲定中稿 在今年年底呢 交给领导人 审阅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七国的部长 在他们的宣言里面 已经讲到一些内容 九月初已经发布了 九月七号发布的 里面有几点 就是我们的谈判呢 会关注私人部门的行为转折 这个呢 是一个资源性的一种做法 还有呢 就刚才讲到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也是我们的关注点 我们还讨论了加水印 这样的做法 跟刚才的同事讲的非常的相似 就是如何去找它的来源 就是内容的来源 我们现在就在关注这些内容 非常好 下面有请 我们就是我们要讨论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AI治理的互操作性的这样的内容 下面有请李欣教授发言 因为您在这方面呢 就是互联网的治理方面 已经耕作多年 那您是如何理解的 就是从互联网的治理当中 我们能够有哪些经验教训 来治理AI 从互操作性的角度来讲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会 我叫李欣 我来自中国的清华大学 三十年前 中国就开始上互联网了 连接上了全球的互联网 就开始去做管理 做治理 从更高的层面呢 政府应该要让更多的人 能够连接进来 而技术上来看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互联网的话 你去看互联网的 这个技术的进展 有IETF 就是互联网的 这个工程的框架 就是技术和工程的人员 来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小组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地区的互联网的这样的注册名录 包括ICAN等等 几天前还有IANA Transition 就是从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变成了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现在呢还有CHANGBT和AI 而我其实呢 对此非常的激动 我认为深圳市的AI 它甚至比TCBIP还要厉害 但这个领域呢 没有IETF 没有这样的组织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 建立类似的组织 还有一点呢 就是互联网 从一开始的技术 在它 还有WWW的这个技术的演变 整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都想要 你知道它是没有蓝图的 而说到深圳市的AI 我的感觉呢就是 监管有点来得太早了 我们应该要有创新的空间 至少是让学界和技术界 我们要有一些创新的空间 否则真的很难往前走 而国内可能还好 你能够打造一些创新的空间 其实我是希望全球 就是全球的学界 学者能够有一个全球村 共同来创新 来开发这些令人激动的技术 谢谢 你刚才讲到了互联网的治理 这个报告中 它其实也讲到了互操作性 三点 具体的工具 导则 准则 还有机制 三个层面 让多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 最终他还提到了一些沟通的方式 包括定义 概念 还有语法方面的这种互操作性 Josie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您在读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 关于互操作性的这些建议 您有哪些是觉得留下深刻印象的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Pateek 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讨论 看一看这个报告 我在里面看到的呢 就是我觉得 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全球南方代表 为了全球南方做的一个报告 我们需要促进的呢 就是要去了解 它这个地区现在都在做哪些工作 哪些行动 看看我们想要打造什么样的政策 需要引领什么样的讨论 再说到监管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没有只是关注欧盟 或者说是某些 引领这些发展的国家 或者是国家地区 而是我们也是在关注 这个全球南方 我们需要再更进一步的 就是要看看现在讨论当中 还缺失了些什么 他报告中当然提到了很多的内容 但你看看我们的地区 我们需要理解我们面临什么具体的挑战 你比如说劳动力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涉及到 这些发展带来的影响 技术界技术公司对劳动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没有讲未来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 是在办公室工作 还是说是可能会被 直接就被抛弃掉了 那还有那些零工人呢 怎么办 在巴西 我们是看到是有联系的 就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这些工人们 他们是跟这些工作 他是有一些联系的 是跟这个种族啊 这些都有关系的 你知道在巴西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零工经济 就是快递发展了以后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死亡率 现在是过去十年增长了80% 就出车祸的这样的概率 所以说我们应该 要让他们设立另外的一种激励方式 来激励这些零工工人来挣钱 这是我们需要去应对的问题 而且呢 还有关于可持续性 也应该要再做得再深一点 我们的讨论 里面当然讨论到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技术的解决方案 包括对技术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的这个讨论 他其实应该讨论 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啊 能源的消费啊 等等 我们看到一些大的技术公司的CEO 他们讲比如说玻利维亚 他里面就在讲玻利维亚那边 他们的这个矿产资源 包括鲤的资源都非常的丰富 这些问题其实都我们应该要去涉猎到 还有一点 就是用生物信息来进行监视 尤其是在边境上进行监视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巴西 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就是你的这个犯罪体系当中的这样的结构性的 这样的种族主义 现在技术是让他更加的 就是雪上加霜 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去审视这个问题 看看我们是要更多的给他们提供工具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就直接禁掉 这个议题我们现在非常的重视 在巴西 我觉得在下一个报告中 其实也可以探讨 民间社会 现在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的去 想要把这个应用禁掉 现在我们正在 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谢谢您刚才讲到的三点 对不对 数据 很多是来自南方的 全球南方的数据 劳动力的数据 第二 自然资源 这个在报告当中 其实我们的案例研究当中 其实也是讲到了很多的 还有就是全球讨论的这样的重要性 Jean-Francois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您读了这个报告 也看到了一些关键的挑战 里面提到的 报告中还提到了能力建设的问题 我们如何加强能力建设 全球南方的能力建设 让他们首先能够加入 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的程序 同时还有包括 AI的发展和使用 是一个港国的监管机构 咨询的一个机构 是一个港国的监管机构 那么AI可以很像是一个盲盒 大家都在打开这个盲盒 有很多的事情在里头 首先我们看一下是它收益和风险 第二就是问责 还有教育 教育在我们的战略中站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专门搞了一个AI 从小学到研究生 搞了一个专门的AI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来这个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公众接受教育 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接触 了解这个技术 让他们知道创新可以改变生活 来确保没有人掉队 谢谢 那么第二部分 就是有关种族和平等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五分钟以后会给大家提问的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事先的准备一下 那么报告讲到联国人权理事会 他说 讲到了平等权利 包括那些偏执和其他的一些现象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在AI系统里头 有没有这种影响到社区的 涉及到种族主义歧视这样的现象 是否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使用AI系统 来提倡性别平等 您是怎么认为的 这个问题非常广泛 这个也比较难 我尽量的回答一下 讲到性别歧视 或者是AI中的性别问题 或者其他的 比如说女言 种族歧视 确实在系统有这样的现象 当然每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确实有一些共性 讲这些具体的例子吧 有吗 讲到偏见之前 确实呢 我觉得AI系统确实有些不正义的 比如说这个数据非正义 这个语言啊 模型里头有这样的情况 同时呢 还有劳工非正义的问题 所以呢 但是你知道 那些很多心情的在收集啊 分析啊 这些数据的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 所以呢 我觉得讲到生成是AI的时候 不可能不讲他们 所以呢 一定要讲到这个 而且呢 很多这样的劳务 或者是劳工 这个AI劳工 他们都在发展的国家 在全球 全球的能方 他们在分析数据 数据集 那么 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个外包的方式 在做的 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 当然 这个 但是标签的问题 这些 贴标签的 这些 分类的工作 是由西方做的 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AI政策的问题 但是呢 我的意思 在政策的下面 有关语言 因为语言是一个 语言大模型中 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考虑的 这个 应该关注 刚才我讲的 他的劳动 劳务的问题 劳动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贴上标签的问题 所以呢 比如说在印度 他们真的做这些 大语言模型 而且涉及到很多的 语言 那么 其实很多这样的工作 是那些 小公司的牵头的 他们呢 确实用了 他们用自己讲的语言 来这个 做这样的 生存式的 这个 AI的工作 造福当地的社区 好的 线上有些问题 在非洲 有一个研发的机构 叫 Massacanica社区 他们关注 这样的一种语言 那么 如果你们想支持 他们的话 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他们正在 用非洲的语言 来打造 这样的数据 子集 我想看一下 线上有什么语言 没有 有什么 这个问题 没有 什么呢 是不是可以 挑一个 挑一两个 线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能听到吧 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全球的国际条约和公约 来这个 有关国际合作的国际公约 这是来自那个 Princeton 看看这个聊天室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我们晚些时候再看一下 聊天室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来应对AI负面和积极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 在发展的国家 就是联合国机构出台 就是联合国机构出台 我觉得这些国际合作的框架 好的 我们再问更多的问题 让大家尽量一起来回答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大学 金波 这个联合国大学 问一个能力建设的问题 那么AI呢 更多的是跟 它是一个工程的产品一样 它更多的是跟那个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 它是一个最终的产品 也就是说 我们要不断地用它测试 看看有什么问题 加以改进和迭代 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 这个能力建设的 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即使对那些设计人说 他也不知道 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 所以怎么样来 这个进行能力的建设 怎么样来教那些 孩子 学校的孩子 或者是家长 比如说怎么样 给他们提供信息 让他们了解这个情况 这是安永 安永的代表 那么我们看到 随着这些速度技术的涌现 那么在监管方面 政治方面 还有这个技术方面 尤其是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 他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模糊 也就是说标准成为监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的问题呢 是也是有关能力建设 确保更广泛的这个利益相关方案能够更加积极地参加 从技术的角度更加积极地参加这个政策和监管的过程 所以呢 谁来回答一下有关治理和治理框架 也就是说 怎么打造一个全球的这个AI监管 然后监管 然后是能力建设 无论是这个学校啊 或者是这个技术的层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怎么样打造一个一致的全球的监管的框架 搞一个全球一致的框架 以及这个美国家完全统一监管的体制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当然一些重要的原则呀 行为准则呀 大家都去遵守 这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前提下呢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进行这V条 那么这方面 其实呢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在过去的几年 比如说22年这个9月份的时候 推出了CHATGBT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尤其对这些这类技术的应用 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周我们就进行非常重要的对话 还有看到这些重要的报告 还有这个G7的这个在日本的领导下这个搞了一个这个行为整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文件 也就是说 所以这些重要的对这个长期的全球治理的框架的基本的构建已经到位了 而且正在不断的出现 还有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我们希望最终是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的架构和框架 第二呢 就是从现有的这个治理的框架 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希望呢 三个要点非常重要 首先呢 标准的制定 我觉得标准打造一个全球的一致的体制非常重要 比如说 国际民航组织 它也是联合国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它每个国家进行了对话 来搞全球的有关安全的框架 然后呢 大家都统一的来实施 同时呢 有关就是有关风险方面达成协商一致 一致非常重要 有共识 比如说像那个政府间的这个气变委所做的工作 可以供我们参考 让我们这个完全了解这个气变方面 带了风险 我们也可以采取通常做法 第三点呢 就是刚才讲到能力建设 就是呢 重点应该放在技术设施的建设上 因为技术在日新月夜的发展 但是它还是一个很新的技术 所以呢 这些比如说语言的模型的颠覆性的技术 其实也就是这个几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有很多依然开放的问题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我们需要为此这个打造技术设施 这样的研究机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在美国 他们又搞了一个叫全球的这种AI研究网络 使用来自各地的这些数据呀 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技术 增加我们对AI的理解 所以技术设施的投资 还有我要强调的是评估的重要性 尤其对这些技术的评估 那么这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短板 还是需要做更多工作 还有这个社会的技术设施 也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我们现在 已经取得巨大进展 继续坚持这方面的国际的对话 然后呢 这个来监测我们技术发展的情况 跟踪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 而及时的进行调整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谢谢Sorven 到时候接着讲一讲 尤其在这个全球这个治理架构方面的问题 好的 现在呢 我们是否可以推动这个事情 现在还是有些疑虑吧 对它的影响 对它进行搞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些疑虑 因为它涉及到复杂的情况 我讲到地缘政治啊 还有这个涉及到竞争啊 这是 我觉得跟冷战的时候情况差不多 所以呢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一个障碍 尤其在打造一个全球 一个全球合理的这样一个治理框架之前 需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尤其看一下 就全球南方啊 我们可以推动 在一些论坛推动这些事情的讨论 讲到金砖啊 G20啊 比如说 因为这个里头呢 有这个南美 有拉丁美洲 这些南方国家参加的这些论坛 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 给那些全球北方施加压力 因为他们开发技术 尤其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公司 需要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 了解我们的想法 我想具体讲两点 去讲到劳工的问题 还有自然资源的开发 和获取 再讲一个故事 在巴西 亚马逊 就阿南马米斯 发生了种族灭绝的事情 他们被大量的屠杀 然后呢 那些 那些绝金的人 淘金人呢 屠杀了这些 这个少数民族 然后呢 警察发现 有一个公司 它是参加了 这个非法的 他们把那些 外来的金字呢 卖给那些大的跨公司 像Amazon Google 卖给他们 也就是说呢 它涉及到 资源对环境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们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这些大的公司 所涉及到的 我觉得更多是 需要关注 这些复杂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 需要考虑到 就是 那些来自南方的 大量的劳工 正在做很多的 辛苦的工作 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要为这些人群呢 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 而且呢 对于那些 在价值链上 居于高位的企业呢 要让他们负起 更多的责任 谢谢 问责制 整个价值链 都要体现出 问责制 都要有评估 这都应该是 全球治理框架的 组成部分 Noble 你是 代表政府的 你觉得 对于 AI的全球治理的 发展方向如何 您的见解如何 从 全球治理的 角度 来说 我只能说 日本 这个国家呢 我只能讲一讲 我们观察到的 无论是 联合国 欧盟 经合组织 或者是 教科文组织 在做什么 我们是 在 观察 我的 职责呢 是促成 日本的 AI的 立法 每一个国家 都应该有 自己 立法的 或者是 执行的空间 当然 我们有 国际公约 国际条约 签了国际条约 我们做的事情 就必须要和 国际条约所一致 在 AI治理当中 像欧洲委员会 在 AI 立法方面 也是在 做很大的 推动 比方说 一旦 有了 AI方面的 国际条约了 我们不希望 这个条约 规定的太细 因为 条约当中 我们要想去 实现的目标 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 移动当中的 目标 比方说 要用AI的治理 来体现出 对于人权的保护 一旦发生了战争了 怎么样保护人权 我们可以做 很详细的规定 但是在AI的 治理当中 如何来保护人权 我们不希望 有过细的规定 也是希望 比方说 像每个国家 日本这样的国家 在国际条约的 框架之内 也要有一定的 灵活度 像 OACD 经合组织 我现在已经 从经合组织 毕业了 我已经离开 经合组织了 他们主要是提出了 五个基于价值观的原则 比方说 问责制 是的 需要有问责制 安全 安保 强大的系统等等 就是说 你制定一些总体的原则 而不是做过细的规定 因为AI系统 要和人打交道 所以必须要考虑 安全 还有公平 人权 隐私保护 就可以了 你把这些原则 讲清楚就行了 五个原则 哪怕再加上 五个原则 是吧 然后呢 各个国家的政府 对于自己国家当中的 AI的生态系统 能力建设 技能的打造 又会去做各自的工作 甚至呢 要建立一些 鼓励创新的 核测式的实验室 来鼓励AI的发展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还是需要 促成国与国之间的 更多的合作 最后一个原则 就是国际合作的原则 无论是政策 技术和标准方面 都需要国际合作 当然我们现在有 多个国际组织 在做AI方面的工作 但每个国际组织 它的成员国的情况 不一样 它的工作任务不一样 工作机制不一样 比方说 不同的国际组织 会推出不同的建议 但是这些建议之间呢 还是有很大的共性 虽然是经合组织 第一个牵头的 起头来提这样的建议的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比方说 以经合组织的建议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他组织 或者机制的建议呢 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每一个国际组织 因为它这个组织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提出 自己的建议 但这些建议当中 是有很大的相通点的 所有的国际组织 围绕着AI的国际组织 他们的工作之间 是有协调的 比方说教科文组织 比方说教科文组织和欧洲委员会 和非洲联盟 欧洲联盟和教科文组织 都进行了很多的交流和协作 来分享彼此 正在进行工作 比方说我和Pradic 我们在巴黎 有一次在塞拿河边的一个餐厅 我们就一起吃饭聊过这个事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第二轮的提问了 围绕着能力建设 先请Mikey来讲 然后请Serial 然后李教授 然后John Bohel 我们如何在不同的层级 来加强能力建设 从标准的制定 到治理工具 我们要进行 怎样的能力建设 我们如何用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各种内容当中 更好的去识别 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好 对 这问题总体而言 是和能力建设相关的 以及如何去 让更加广泛的整个社会 参与到和AI相关的 对话和辩论当中 从我的视角来看 这两者之间是有共同点的 我们需要提升 我们不断地改进 AI和数据的治理 要和大学进行更多的合作 要做更多的教育 就是AI的这种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包括针对公众 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 这种类型的倡议 比方说在芬兰 因为我是来自于芬兰的 芬兰的AI战略当中 就包括 已经为芬兰的人口的 3%的芬兰人在一年之内提供了 AI的基础知识的培训 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原来想强调另外一点 就是对于公务员的 AI的能力建设 因为这部分人 确实需要让他们更多的了解AI 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好 AI治理的工作 Nubu刚才说了 我可以为参加到日本的立法工作当中 但是我们需要有各种各样的 AI的专家和专业知识 和政府和立法者一起来合作 那么这也是推动全球AI治理 尽可能具有包容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能力建设也是我最喜欢讲的 和AI相关的话题 今年春天 我们开过一个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会 在P&AI的工作组当中 每一次都会谈到能力建设 和数据治理和AI治理 有关的所有的议题 不可能在P&AI一个报告当中 就全部加以涵盖 其中能力建设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刚开始这个报告当中 并没有能力建设当中的很大的部分 但是在过去一个月当中 这个报告的内容越来越宽广 包括能力建设 包括AI治理与男女平等 种族平等之间的关系 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建议在出现 所以能力建设 也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议题的核心之一 我也相信在接下来几年当中 我们也会更多的聚焦于 AI治理领域的能力建设 在全球对话当中 也会更多的谈到能力建设 这个话题 好 Sorile 对 有多个类型的能力建设 有多个人群 需要以某种方式来熟悉 不同场景之内的 不同的AI技术 比方说对于公众 对于公民要进行AI教育 要让他们 就是说了解AI吧 至少让他们远离AI有可能带来的伤害 然后不同领域的技术专家 政府治理法律界和技术界之间 必须要进行更多的交流 讲到能力建设 我的起点 或者我们将之称为更加广义的教育 那就是中立 这样的教育和能力建设 必须是要中立的 因为这些学科 我们不同的职能部门 或者是不同的领域 必须要能够进行对话和交流 比方说 我就学习过嵌入式的大语言模型 我认为 比方说 分类 分类法本身当中 它的政治性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 要把 不可侵犯的人权 国家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 这些呢 都要去融入到AI的治理 包括 分类当中 那我们在进行AI领域的教育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中立 你不能够有一些预设的见解 放在这种教育和能力建设里面 然后就是AI和失业之间的 关系 可以接着讲 没关系 时间没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是 AI的得失 特别是 AI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失业 我认为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特别是对生成式AI出现之后 有可能带来这样的挑战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现在正在收集证据 在更好的去理解 不同类型的 或者是不同的生成式AI的应用程序 有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 特别是对就业机会带来的影响 技术社群 特别是软件开发的社群 携带码的 将来有可能 由于生成式AI也能够写代码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失业 那么这样 我们就要更好地去研究 还有一个 Io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 也讲到了 北方国家 就是发达国家 更有可能 因为生成式AI去造成失业 而南方国家 会由于生成式的AI 来增加部分岗位的就业机会 所以这些我们得要多做观察 多研究 并不是说 生成是AI来了 就会取代 在世界各地 取代某种工作机会 或者是替代高技能的工作 这也是和AI的分类高度相关的 对于AI带来的 对就业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密切地加以关注 以及对于世界各地的劳动者 工作者 他们的工作条件的影响 李教授 能力建设 也是我最喜欢讲的话题 我相信通过 像生成式AI 是既带来了机会 也带来了挑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人们提到生成式AI的时候 一般会讲三个因素 首先是算法 算力和数据 在这儿 我想再加上第四个因素 更重要的是教育 教育在 人力资源是更加重要的 在传统的教育体系当中 有了AI 就必须要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变 在AI时代有四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批判式的思维 在过去 学生就是老师说什么 就听什么 但是将来如果 AI来给你教学的话 你一定要有批判式的思维 第二 一切都必须基于事实 第三 逻辑思维 第四 最后一点 也是同样重要的 那就是全球合作 也就是说 年轻人 年轻一代 必须要在这四个领域 都打造 他们的能力 我也非常希望 看到 全球与AI相关的教育系统 就像几百年前 在世界上我们出现了 今天的现代化的大学的雏形 一样 菲菲利教授来对斯坦福大学 他说 在AI时代 我们需要AI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 对于教育也进行重新的改造 好 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来说 也是提出了 关于生成是AI和教育之间的 关系的一些见解 大家可以去在网站上 找到这些表态 如果大家感兴趣 Jean François 谢谢 我就用法文来讲了 我先用法文来讲了 因为我希望 我把我的观点 能够更加准确地做一个表达 讲到能力 我们所需要的技能 能力建设是一项 全球范围的工作 而我们这些人 我们可以启动各种各样的培训项目 而且这些机会必须均等 我们可以 无论是作为教师 还是教育工作者和软件开发者 我们有个 在AI教育的过程当中 要有不同的分工 比方说像我这样的人 主要是专注于AI治理领域的 那在AI时代 我们将来 我们的下一代 将会生活在一个 AI无处不在的世界当中 那我们的各个决策者 教育工作者 开发者 围绕着AI的能力建设 必须进行通力协作 并且通过这样的教育 让我们的下一代 是愿意有兴趣去生活 在一个AI赋能的世界当中 这也是能力建设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经实施了一个 专门针对儿童的青少年的 从6岁到17岁的 和AI相关的教育项目 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也思考了很多的想法和层面 我们需要的到底什么呢 我们是需要年轻人 都变成AI的专家吗 都变成技术专家吗 还是说简而言之 我们要让年轻一代 为未来做好准备 这样等他们将来长大以后 他们能够适应将来的 有AI的世界 我觉得是后者吧 我们要给他们提供 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 他们将来会生活在 什么样的世界当中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教师 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 他们学什么不学什么 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和讲诚机制 对于这些孩子 我们下一代来说 给到他们的解决方案 是多种这样的 我们在开发的是他们的认知能力 在这种认知能力的基础之上 他们能够做出选择 他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 来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 但是解决方案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打造技能 和能力建设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记住的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整体 我们必须要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具备 和AI相关的必须的技能 那么这也是需要多管齐下 多个解决方案来帮助实现的 这也是我们一起在开发和设计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是一个 在教育和学校体系上中的一个正确的出路 好 我们现在还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了 Shamira 她是我们的在线主持人 因为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 是AI治理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请我们的在线主持人 Shamira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数据治理和环境之间 在这个章节的要点 以及这个报告当中提出的案例分析 谢谢Predict AI数据治理和环境 这个话题是非常宽广的 那么这个是聚焦于数据治理这个层面 我们讲到了数据治理 AI以及这两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们的建议 在这个章节中的建议 是要从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角度 涵盖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 其他的讲言者也讲到了 要推动AI治理的互操作性 要充分地让AI发挥出其潜力 我们也讲到了数据的 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的关系 他基本上就是要利用好数字的技术 同时要考虑环境的 还有经济的方面 包括社会的方面 要在整个的当中一体化的来考虑 还有包括历史上的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 我们在倡导一种就是信息 引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包括AI它使用的这些材料 那就要确保这些材料呢 就是输入这些材料 它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能够真正有代表性 能够代表全球南方 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组织和安排 我们讲到了包容性的问题 尽量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刚才我们的很多的嘉宾 也都强调了这几点 所以总结一下呢 我们重点强调了一个 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对于一个可持续的平等的未来治愈重要 我们就要利用好AI 来促进负责任的做法 保护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的包容性 同时能带来一条路 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能够满足全球南方的期待 刚才我们的嘉宾呢 大家都讲到了报告里面的很多内容 包括能力建设 还有包括地缘政治 还有AI的环境的方面 包括数字的治理 互操作性 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征 我觉得这个报告非常的全面 它真正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 多立相关方的程序 继续往前发展 非常感谢您的总结 以及在环境方面开展的工作 下面呢 我想要开始 看看我们的听众 有没有任何的建议 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 还有哪些领域是 我们的台上的嘉宾和工作小组 可以去关注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多立相关方的一个程序 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讨论 有没有人想要给我们分享一些想法 提一些建议 您好 我叫Yu Li 来自世界数字技术学院 我们做研发 同时也提供培训 关于教育方面的 就是AI教育方面的材料 你刚才讲到了教科文组织 会在AI的教育和培训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比如说最近就有一本书 就是教科书 提供给很多的大学 尤其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 以及南方国家 未来呢 教科文组织 有没有一种程序可以让我们做出贡献的 还是说是自己来做培训 这个我们可以线下来谈 因为这个会啊 它不是跟这个教科文组织相关的 但是我很高兴 一会儿会后 我可以跟您来讨论这个合作的机会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想要给我们提建议的 线上有没有嘉宾想要 或者是听众想要给我们提建议的 线上好像是有人要发言对不对 举手的人请把你的视频镜头打开 在等的时候呢 我们现场有位嘉宾也要发言 您好 我叫Kulifun EY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来评估 看看这个系统是不是达到了我们期待的效果 具体来说 经常提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非技术的层面如何评估 比如说这个系统啊 它在过去没有的新的这样的领域 它是如何表现的 是不是达到了既定的设计的这样的效果 在这些场景当中 就这样的一个评估系统 我觉得挺重要的 就是它之前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的场景应用 表现如何 怎么进行评估 好 下次要想请我们的嘉宾 来总结一下三个 就是关键词 我们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每个人分享三个关键词 从你那边开始把一个一个过来 每个人讲三个关键词 我们要讲的是就是全球南方 教育 还有系统化 一体化 Mikey 我选择的是包容性 未来 还有P&A 好难啊 继续坚持这个倡议 把其他的涵盖进来 而且我们的这个 P&A非常地重要 感谢IGF促成我们这个 P&A的实现 第一 全球 不是全球南方 工人 权力 谢谢 李教授 批判性思维和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 问三点呢 能力建设方面要采取具体的行动 第二 投资在评估 现在还有很大的缺口 而这呢 就会带来我们的 就是技术的人员 让他们也能够理解这些社会经济的层面 我想说 创新教育和问责 或是责任 谢谢 感谢大家分享的见解 要感谢我们现场现下嘉宾的和听众的参与 大家可以 真的花一点时间去读一读我们的报告里面呢 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样的程序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告的全文 我们的对话呢还会继续下去 工作也会继续下去 欢迎大家的参与 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上一层楼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